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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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痛 淘汰 淘汰 你干嘛 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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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这是廖七年八 夜话 我是淘汰 我是Max 大家今天一定听得出来 我们的语气不一样了 对 而且今天这个环境 又变了 这个光线 与平常很不一样 因为今天 我们希望我们的 这个环境能够切合我们的主题 也就是 我们想讲一些 关于我们亲身经历的这种 灵异的恐怖故事 每一件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 没有一点虚构 没有一点杜撰 那么接下来 嗯 就由我来讲第一个 好 那时候 我还在新加坡读初中 嗯 然后因为种种原因 我不得已 去到同座家里面 记住 那么有一天 傍晚的时候 我却明明不足 然后 就醒了 醒了之后呢 我感觉好像 我感觉好像家里没有人 应该按道理来说不应该 因为我同学他还有兄弟姐妹 然后父母家里面 平时都很热闹 但是那一天 我睡醒了一点声音都没有 除了有风扇转的声音 嗯 然后刚好 从我那个房间 从那个门 床上啊 沿着那个门 望过去 就能看到客厅的电风扇 顶上 在旋转 对 然后 我迷迷呼呼之间 但我看到了一个人 在电风扇下飘了 好恐怖啊 但是我叫你一个人都没有 好恐怖啊 而且那个人你不认识对吗 我只看到是一个人影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人影 它是长头发 黑长直 但是我的同学是一个短发 所以不可能是你的同学 对 然后体型也不是 不像他会的嘛 哦 所以我当时 一下 身经就崩直了 不敢动 不敢动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 年纪也比较小 然后就 赶紧把眼睛闭上 然后我就 说 就是在心里面没说 你自己睡过去吗 不是 就没说 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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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就 数着数着我就睡上了 等我再醒来的时候 是他们已经回来了 已经天已经黑了 其实想想也是 对 真的很恐怖 但是我一个人都没说 我不敢说 在那之后我就搬出去 想一想真的很恐怖 在一个别人家里 然后有一个不认识的 不知道是人是鬼的 这么一个生物 我可以说 它在电风扇上面跳舞 而且 当时就你和他两个 在这个 狭窄的空间里面 我觉得如果非要用科学来解释的话 可能是我刚睡醒 然后 产生了幻觉 对 不过听起来还是蛮恐怖的感觉 好 那接下来 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 在我很小的时候 经历的一个恐怖故事 那么我当时大概七八岁 还在读小学 然后呢 我父母那个时候 比较想让我去学钢琴 然后我是比较抗拒 我比较喜欢 像踢足球 打篮球这些 他们就 需要让我练 练钢琴 然后我不愿意练 结果 我的父亲当时就非常生气 就打了我一耳光 对 打了一耳光 对 说你要是不练 你就给我出去 我当时在一气之下 我就把那个 钢琴的那个个儿啊 往下一砸 然后二话不说 我就出门了 我当时特别的气嘛 然后我想着 我只要走出去 我再也不要回到这个家里 我就一直往外走 往外走 不知道走了多久 我实在是走得有点累了 也没有吃饭 然后就找了个附近的 一栋楼里 我想着 在外面一直走 如果天黑了 会很不安全 我当时很小嘛 然后我就走到那个楼道里面 一个单元楼的楼道里面 我就蹲在那个角落里 当时还有一些 就是住在那儿的人 上楼 他们就这么看着我 就这种异样的眼光 哪来的野孩子 小孩蹲在那个角落里 那当时我不想看他们 就蹲在那个角落里 好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到了这个凌晨 大概 我估算有可能一点钟左右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 那已经是很晚的一个时间了 我当时其实挺饿 然后感觉有点冷 而且很害怕 我怕当时有一些 比如说像这个 坏人啊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 鬼神的东西 会来找上来 有的时候啊 你越去想这些事情 它越要发生 就在我蹲在那个角落里 有点困难的时候 准备 准备就是在那儿睡过去 就在这个时候 我现在突然有那个脚步的声音 咚咚咚咚 我想是有人要下来吗 我就朝那黑暗里面看了一眼 大概过了有半分钟 没有任何人下来 我在想会不会是我听错 然后我继续闭上眼睛 想要睡过去 就在这个时候 可能过了又过了几秒钟 那个脚步越来越近了 动 动 动 我想 不会是什么 脏东西吧 好朋友 对 然后 我很紧张那个时候 特别紧张 我只敢把那个眼睛这样虚着 看 但是什么都看不见 我想着不行 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待了 这个地方肯定 不是一个好地方 我赶紧站起身 然后一溜烟就走掉了 然后一溜烟就走掉了 我想着怎么办 也这么晚了 那只能回家了 我就一直往前走啊走啊 而且我当时脚步比较快 我怕后面有什么那个 那个好朋友追上我 或者怎么样 对我不利 然后我加快了脚步往前走 就在走到一个 转弯的一个地方 那有一个商铺 那商铺呢 还留着一些余光在那个地方 我就仿佛看见有一个老婆 站在那个角落里 戴着一个原貌 就是那种民国时候的那种原貌 然后就站在那 在头上低着 也不动也不说话就这样低着头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啊 我就一点点往前挪往前挪 然后也随时注意着她 我怕她有什么动静 正当我从她面前这样 转过就是经过的时候 她突然这样转了过来 这样看着我 这样对着我 然后这个脚步啊 还在堕弄小碎步 当时吓得我一流眼赶紧跑 真的很恐怖 大晚上的看见一个老婆 站在那个角落里 其实从一开始就觉得很恐怖 因为你去的那个楼道没有灯 对没有灯 天黑下来了 小孩子真的是 我很害怕 我觉得很害怕 就一片漆黑 我可以想象的 因为我小时候 我们家也是那个楼道是没有灯 我每次走上去 我一定要唱歌 我大喊 因为我感觉那个 脚步里面 好像有一个人影 好像有一个人影 对一个不知名的生物 可能突过来的感觉 所以你的这个经历 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恐怖 很恐怖 而且那个老婆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 她是用这种 这种脚步在后面跟着我 我就一直往家的地方跑 会不会不是老婆 对我也在想 然后我边跑边往回看 我看到老婆在跟着我没有 那因为我跑得很快 我刚开始跑了100米的左右 然后我然后都看 看到老婆还在后面 那摸着脚步跟着我 好吓人 但是我一直跑 拼命跑 把眼睛闭上 咬着牙往前跑 往回家的地方跑 但是我已经感觉就是周围 好像特别陌生 但是又特别恐怖 好像周围全是这种 这种猛声要扑过来抓你的感觉 但是我就不一直往回跑 当我跑回自己就是住的地方 的院子以后 我的心稍微沉下来一点 因为都是熟悉的环境 有没有可能是那个老婆 觉得一个小孩子 当然不安全 所以故意这样吓你 但是他为什么这样低着头 这样站在角落 他就是故意吓你啊 他怎么知道有个小孩子 不怎么能经过 对吧 而且这么晚了 为什么就他一个人 对吧 然后当我回到院子 但是我再转过头的时候 那个老婆就不在了 不在以后 但是我就想还是回去吧 毕竟那里才是我的家 我正准备上楼的时候 我听到那个楼梯那儿 有一个男人咳嗽 就是咳嗽的声音 而且就像一个老大爷咳嗽的声音 哎呦我当时吓得我啊 我不敢上去了 我家楼下叫我父母的名字 那个时候当我父母把那个门一打开 才我走过来的时候我想得救了 得救了 我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太恐怖了那次经历 对 然后你有什么还要分享给大家的吗 那我再讲一个 我讲一个关于你的吧 关于我的 对 是 我有什么灵异的过程 你灵异故事太多了 但我就剪其问一个讲 是前段时间发生的比较近 是有一天晚上你已经早早的睡下了 那我就习惯看一看漫画呀 看一看小说呀 然后再睡 然后那天好像是有一点点晚了 凌晨我不记得几点了 嗯 但是我是当时看外面是就是蠻黑的 嗯 然后我就想睡觉吧 然后就手机一关 嗯 我就躺下来 刚闭上眼睛 嗯 我就听见你在那里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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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时 我在说什么 哎呀我当时第一反应是窗口里有人 嗯 你觉得窗口 就我不知道是你 我以为窗口 可能很魔鬼你知道吗 对我听了 因为因为我们不是换了这个床位之后 就听到就会和那个窗口还蛮近的 然后因为你睡的是靠窗口那边 然后我就觉得是窗口那边的声音传过来的 没有 然后我一下紧张了 然后我就开始绷住自己 然后就仔细听 我再听 那我没有我 我感受我 我感受到说 那我感受到 我感受到 这就是 没有我感受到 我感觉 那我感觉 那我感受到 就在你 没有 soul 你感受到 我感受到 怪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说什么 感觉像英文又像德语 然后我再仔细一听 发现从你嘴里边说出来的 你看到我嘴在动吗 我看不到 但是我耳朵在往你那边凑 对 然后就听到是你在说 然后我又想叫你 又不敢叫你 我怕也是被鬼伤了身体这样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等 我就一直这样 顶住呼吸 你也没有叫 不敢叫 顶住呼吸 然后就等你在那里一直的 伏地膜上身了 然后大概 我看大概过了有 我不知道应该五秒 但是我感觉时间过了很长 我感觉像有十几秒 一开始三十五秒这样 然后我就 穿起来 然后就好了 就没有那个声音了 哇天哪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听到这个声音真的蛮恐怖的 很黑 而且又是 夜市人静的时候 而且又是自己的另外一半 然后你不知道它发生的时候突然发出这样的声音你知道吗 哇天哪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又不敢去拍你也不敢喊你我怕我一拍你喊你变身了怎么办 哇天哪真的是很恐怖啊 而且每到目前为止每个故事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杜撰 而且我当时就在想 你后来不是就没有那个声音之后吗 嗯 我一下就松了一口气 嗯 然后但是久久不能入睡 如果是我我听到你这样的声音我也久久不能入睡真的很恐怖啊 我我可以想象到如果你听到这儿你肯定把我拍醒了已经 但我觉得应该是在做噩梦吧 然后说的梦话我觉得但是我不记得了我什么都不记得 我觉得你不像说梦不像是做噩梦因为你做噩梦你不会要 那是什么那种声音 你觉得是上身了吗 我觉得那个不是你 我们就不要再接着往下说来是吧因为太恐怖了 然后我们再讲今天最后一个故事吧 好 因为时间有限第四个故事 第四个故事也是我真的是我可以对天然化是我亲身经历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人类并没有证实鬼的存在 但是我经历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是有这种不可描述的事情的存在的 你是不能证实但是量子力学上来说灵魂是存在的就鬼是存在的 存在的 行那就不要不多说将我第四个故事也是跟睡觉有关系 我发现很多时候都是在睡觉的时候容易遇到这种好朋友 因为当时我是在读大学 然后我妈妈呢很早就出国了嘛 她在我读大学之前就出国了 然后我是一个人就住在当时那个家里 因为我的平时就是生活比较简单看看电视 呃吃点东西出去吃点东西然后就回家睡觉 因为第二天要上课 那当时我就是早早的就洗了澡刷了牙 然后看了一会儿新闻 我就睡觉了就像平常一样嘛 我就躺下来准备睡睡过去 过了大概有一两个小时 因为我在这一两个小时我感觉我是处于这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下 就没有深度 没有深度睡眠 对 然后我似乎感觉当时客厅里幼稚 因为我的这个门呢 我那个卧室的门我是半开着的 我不喜欢把它全部关上 因为会觉得很闷嘛 就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我觉得有人呢 我听到了这个走路的声 就是也不说不能走路这样 就是那种脚踩地板的声音 踩那种木地板的声音 当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他听起来像木地板 他其实是瓷砖的那种 对 就这种声音 我当时说一下就惊醒了 因为我是半梦半醒状态 我一下就惊醒了 然后我又不敢 太动作太大了 我又不敢动 然后我就趋着眼睛 往那个门口那看 因为很黑 其实啥都看不见 但是我就防着他进来 我得盯着点 好 他走了两步 没有声音了 当时我第一感觉是什么 你家里来贼了 因为你偷东西 对他可能是来偷东西 当时我想着怎么办 好 就在这个时候 你才怎么了 突然听到一个坐下来的声音 因为我们当时根本不傻 他坐下来 也会有一些动静 有一些声音在那 坐下来 他叹了口气 我当时整个人寒毛都起来了 你知道吗 非常的恐怖 你说你来偷东西 你来偷就完了呗 我不阻止你 你要给我 因为有些偷东西 它其实是 你如果发现它是要你的命的 你就偷就完了呗 你为什么坐下来了 你还在那叹气 我当时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你知道吗 然后当时把眼睛闭上 心里在想你快点走吧 拿着东西你快点走吧 好 但是恐怖的事情并没有过去 就在这个时候 我就听到了那个走路的声音 但是更恐怖的事情是 他朝我的门那里走过来 走着走着 就走在那个虚眼的门的门口 就这么看着我 就一个黑影 我能感受到一个黑的人影的样子 因为我眼睛在虚着朝那个门口 那个地方看 我感觉到有一个黑影 就站在那个门口的地方 我当时想完了完了完了 他今天不仅要偷东西 还要害人命 然后我就轻轻的往 就是他的另外一边 我转了一个身 然后侧着眼睛往后看 我看到会不会进来 结果很奇妙的事情是 他不仅没有进来 后来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你知道吗 听我说 然后 我当时就是已经到了后半夜了 可能凌晨五六点 天开始有点蒙蒙亮了的时候 然后我又回过头 往那个门口那看着眼 也有人 我这个时候才松了口气 赶紧睡觉 我真的是太困了 好 在经过这一系列事情以后 然后 就到第二天天亮了 我准备上学了 我赶紧起身去检查周围 还有我的那些放贵重物品的地方 看有没有掉东西 什么都没有掉 沙发完整完完整整的非常好白的 家里的任何城市没有一点洞的痕迹 我不知道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是昨天晚上就是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那这不可能是你爸来看你 开门的事情都没有 怎么可能呢 他当时 因为我是住在我妈的家里 对 他当时在 应该是在外面拍戏 或者怎么样 没有在城市 不对 也不对 他不是在他不是在拍戏 他已经在城市 但是他没有不可能 很难说 很难说 因为我隐约记得我原来小的时候也有听到很长的 和弹气声 就你一个人 家里 我记得好像是没有什么人 要不就是其他人都睡了 原来听到有弹气声 对 也是那种很长 弹气声 但是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无法解释到现在 所以我不知道 就是朋友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灵异甚至这种恐怖的事情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或者你们 是不是 有什么科学解释 能说得出来 就是我们今天经历这些事情是什么原理 什么原理 我有一个 嗯 因为我比较喜欢看这类的东西 他们说的是 其实灵异界跟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平行世界 对平行世界 那有时候它因为磁场的关系 可以就是在那么一瞬间 重合了 对 然后相遇 对 所以才经历这些事情 对 说明这个磁场它不稳定吗 就像两个波浪 会有时候很大在一起 对了 我还要补充一下就是为什么呢 我就是为什么经常会看到这些小的时候 看到这些东西 因为在我小时候住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文艺厂 一个是后来的这个母队湾 它都是有大片的坟地 因为 可能就是说 那个时候国内啊 还没有大量的开发城市吗 有很多都是那种农村一样的地方 乡下 乡下的地方 你像那个 我后来住在蒙翠湾 它以前是日军轰炸的地方 炸死了很多的人 然后那个地方可能有一些冤魂 在那个地方 钓铁牧油eren 国内去西吉利哥打 然后还核营仓那个地方 它以前对面就是粉底盎打一片 后来被推掉了 有开发商来建房子 对说到这可能以后我还会给大家分享 我们在那个地方 录音场遇到的一些灵异事 也是非常的恐怖 嗯 我觉得呢 不作为我亏心是不怕鬼 再转说 人怕鬼三分 鬼怕人七分 对 行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那下期我们看要不要接着讲 我们经历的这些鬼故事 好吧 下期再见了 好 拜拜 今天我是个可爱鬼